我 怀孕了 好 喂 袁袁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 孩子 你 你说什么 田田 我不是老师你 对不起 你是 是跟那个 健身教练袁袁 通电话呢吗 你说的是那个 袁袁 那个她 她是 她姓袁 明袁 这个谁知道是 张袁袁还是李玉 好 你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哎呀 还是老样子 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 问问你这两天怎么样了 你要没什么事情 那我就挂了 你去忙吧 再见 哎呀 哎呀 袁袁 嗯 嗯 上次拜托你那事怎么样了 哎 你瞧我这脑子 怪不得人家说我 这凶堂无脑呢 我得忘了 不过没事 李海那个 这两天出差了 逛了就回来 我一定给你搞定 嗯 那我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有我呢 嗯 嗯 那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行 那我先过去啊 以前那个老四川的菜 还不错 但是最近大厨回国了 味道就一日不如一日了 哎 冬雪酒楼川菜也不错呀 嗯 我觉得一般 可是上次我跟吴姐去吃 还不错呢 是吧 吴姐 吴婷 啊 吴婷 你今儿怎么了 嗯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我在想一个问题 你们的老公 都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不知道 他总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们家那个 圣诞呢 哎呀 我们家那个 估计要春节了吧 那 你们就不担心吗 你是说那一方面 你说我们老公也挺可怜的 一个人留在国内 诗没人管 穿没人管 就连生理需求都没人满足 要真有什么事儿 也在所难免 苏森 你说是不是 哎 自己想开点 也就没什么了 难道你们 都不信任你们自己丈夫啊 怎么信任 山高皇帝远 而且 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反正啊 我的原则就是 他干什么都行 只要别让我知道 一旦我知道的话 我这辈子就不会原谅他的 也就是 那是 谢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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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请进 请进 康蓉 来啦 吴姐 谢谢 谢谢 小嫂 你有礼物啊 最喜欢礼物了 你最喜欢礼物 快叫人 叫人 叫吴阿姨 吴阿姨 吴阿姨 你干什么呢 你这么没礼貌呢 你是不是等我来没 没关系 其实我爸也是信奉 不打不成器 所以小时候我也没少挨打 难怪刘律师看着就这么优秀 你一定是小时候教育啊 特别好 来 来 快坐 快坐 来 来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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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欢迎吴姐 欢迎您坐 谢谢 吴姐 我们家地方小啊 您别见怪啊 不会啊 又温馨又温暖的 本来我想请大家在那个 海天皇宫吃来着 后来我也想外面这个 又不卫生 而且是粤菜 大家也都吃不惯 在家里面做几个家常菜 也都尝尝我的手艺 对啊 这样多好啊 这菜味道还真是不错 放在中餐厅 可以做个主厨了 你要是开个店的话 我去给你找勺 不过刘律深 这前几天真的吓死我 要没有底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刘律师 谢谢你啊 别客气 其实我没做什么 就主持主意而已 您别这么说 您别这么说 然后还有吴姐 也谢谢你啊 你不用谢我呀 我什么都没做 别别别 还是要谢 您已经帮了我们很多了 我们都记在心里了 吴姐 其实卫东今天还有个事 想再麻烦您一下 那说吧 卫东 你跟吴姐说 人家这 吴姐你听我说吧 他说话不利索 卫东啊 这不是在银行工作吗 这个我们也 也是能刚松口气 但是他们银行 现在有这个拦储的任务 您也知道 我们刚到加拿大来 这人生地不熟的 你说他这点任务 我什么时候都完成了 是这样啊 那这个好办 明天我去我原来的银行 把钱取出来 然后再存到你那儿 不就可以了吗 哎呦 太谢谢了 吴姐 来来来 吴姐 吴姐 这样您会损失利息的 哎呀 利息才有几个钱啊 没什么的 就是呢 吴姐老公那 李海那多大的老板呢 这点钱也就你在乎 来来来来 干杯干杯干杯 喝酒喝酒 来来来来 卫东回头你再 把你的名片给我一张 我看看我身边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朋友 我也跟他们介绍介绍 是啊 哎呀 吴姐那 您看我 反正我也不太会喝酒 我就拿橙汁敬您吧 哎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不客气 再喝就晕了 哈哈 魏东在国内 是电脑公司上班的 对 我听黄荣说 好像都做到了 公司的高管呢 他们这种人才 移民比较容易 但出来以后 找工作是最难的 所以大部分 IT行业的人 出来以后 都涨行了 那 他们在国内积累的一切 不就都没有了 差不多吧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 生活得比较窘迫 哎 如果只是生活窘迫 也没什么 你看啊 黄荣跟魏东 虽然辛苦一点 但是他们很充实啊 黄荣好像就 从来没有无聊的时候 单凭这一点 我就不知道有多羡慕他 你还羡慕人家 人家羡慕你呢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 热热烂烂的 那才是幸福的 其实 无聊是可以白钱的 不是无聊 是寂寞 通常 一个人只有在思念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叫寂寞 其他时候 都叫孤独 嗯 有道理 以前 我一直都很孤独 最近 我变得寂寞 我们再次谢谢你吧 别客气 应该是我谢谢你 今晚非常愉快 好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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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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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妈 婷婷 妈妈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啊 可能真的是我多心了 你又怎么了 妈这两天呀 天天跟着那个李海 我发现呀 她挺正常的 每天一下班啊就回家 一个人回家 还有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 腰里腰气的女的 一直没出现 妈 我不是别让你管这事了吗 你怎么又这样呢 那妈还不是为了你好啊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我说你这个死丫头啊 妈现在的工作是为了你 你不张谢谢我这么大热天的 你还批评我 无聊 跟我说 拜拜 好好好 拜拜 拜拜 我们计划是在一年后悔的 如果能够回家两地 那么我们下一期的开发 就可以进去 这块地一旦拍下 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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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 这样我们才能整个运转进来 对不起 喂 喂 海子 你在忙吗 我在研究 118那块地的周期呢 你有事吗 没事 我就是问问你 我挺好 你呢 我 我也挺好的 那 我回头再打给你吧 大家都等我呢 好 那你去忙吧 不管了啊 再见 对不起 您这要是差钱的话 就先别买房呀 真不是我说您 谢先生 这早两年 这房价没涨的时候 您咋就不买房呢 方小姐 求求您 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我一定把钱凑够 我保证 真对不起 谢先生 您要是今天不交钱的话 您的确认单立刻无销 方小姐 我 我女朋友怀孕了 我很爱她 我想跟她结婚 可是 她妈妈 必须看到购房合同 才同意我们的婚事 方小姐 您就帮帮我吧 方小姐 你看 这是我儿子的照片 我特别想给她 和她妈妈一个家 您就成全我吧 这样吧 我去跟经理说 就说我把您资料给弄错了 重新更改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这样啊 您至少三天时间去筹款 可惜我就惨了 要被经理骂死的 谢谢你 方小姐 谢谢 我们全家都谢谢你 我孩子也谢谢你 别说客气话了 赶紧筹款去吧 哎 哎 这个 到底哪个是你孩子啊 其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 这哪儿是我孩子 您拨打的用户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嗯 哎 小姐 你找哪位啊 我找李海的 你有预约吗 我是她的好朋友 找她都不需要预约的 稍微等一下 我打电话帮你问问 你最好现在让我进去 你要耽误著我的事 你要耽误了我的事 王台给你开除了 你最好现在让我进去 等一下 小姐 您归姓 姓缘 喂 有一位姓缘的小姐找李总 明白了 不好意思 真不巧 今天李总不在公司 要不你改天再来 小刘 媛媛姐 你擦车的样子 好帅啊 是不是小合理 对不起 我吃不惯那个 吃不惯那个 对了 小刘 你喜不喜欢看电影啊 我哪有两张电影票 你带你女朋友看去 我还没女朋友呢 这么惨 没女朋友 我这个可多漂亮姑娘 都比我好看 我介绍给你 真的 我进去给你约 算了媛媛姐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可是从我进这个部门第一天起 我的行政经理就告诉我 老板的行踪绝对保密 那就没有漂亮姑娘了 对我现在来讲 还是保重饭碗必要要紧 对不起 帮不了你 我 你忙了 媛媛 李海那边有消息了吗 盛楼小姐说 今天就要取消我们的订单 协为好说歹说 她又多给了我们三天时间 媛媛 那个李海那边出差回来了吧 媛媛能不能帮我们问问房子的事 我妈一直在催我吗 其实吧 其实我觉得房子这东西不是特别重要也 要不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 那个我有一朋友 有三男人追他 然后他爸呢 就让他们三个人PK 有一个男人呢 他说我有一套别墅 还有一个男人呢 他说我有一千万 然后还有一个男人说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我只有一个儿子 在你女孩的肚子里 结果第三个男人 就跟我那个朋友结婚了 所以说呢 有没有房子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的位置 有没有你的人 媛媛 我们那事 你到底有没有跟李海说啊 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李海虽然说私交比较好 但是 他这个人不爱聊共事正常 媛媛 你不是答应我们说没问题的吗 对 但是主要李海他这人 太死板了去找嘛 就这一次能不能让他破个力啊 公司他一个人说得也不算呀 他不是董事长吗 那董事长说得不算 谁说得算呀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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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一个事啊 我先走了啊 我带来说吧啊 我带来说吧啊 媛媛 媛媛 什么事啊 这么急 大姨妈又逼你叫房租了 没有 那什么事啊 小飞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李海 什么 我们俩最近闹了点别扭 然后我也不方便约他 你能不能 你俩不好朋友吗 帮我约一下呗 临媛 你和李海的事我不掺和 咱俩是不是朋友了 就以为咱俩是朋友 媛媛 我跟你说实话 我 我不管你和李海 闹什么别扭 我希望你趁这个机会 离开他 不可能 那你也别指望我帮你的忙 你不帮我 那你总得帮帮张力和谢伟吧 怎么了 就算是你不支持我跟李海 那咱们总得去帮 张力和谢伟 把房子的事搞定吧 张力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没有道理不帮他的 但是你现在和李海 是这样的关系 我实在是不想 和他有任何联系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那我先走了 小飞 小飞 你是不是特别看不起我 媛媛 你现在是单身 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看不起的 是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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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哥 海哥 你可恨回來了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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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你幹嘛你在這兒等我啊 我給你打電話你又不接 我請你公司我又進不去 我只能在這兒等你了 你找我有話說 回家說 真是不把自己當外人啊 這誰誰家 哎呀我腿都痠了 你看我這都被咬了 走啦走啦回家說 不不不不不不 你有什麼話咱們就在這兒說 你必須 有些話啊 是你該當面說清楚的 問題要不要不我先說 我在一次為我那天喝酒之後 之後 我我我向你道歉 你不用道歉 我希望我們倆之間啊 所有所有的事情 都停留在那天晚上為止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已經愛上你了 我我已經結婚了 我不在乎 你跟我在乎 你跟我在乎 我不要名分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們好好的在一起 絕沒有可能 真的 海哥 我從第一次認識你的時候 我就喜歡你了 我不能沒有你 你不 你好好說 好好說 嗯 遠遠 雖然咱們 咱們那天晚上 有著比較 比較親密的 接觸吧 可是老實講 我對你沒有感覺 真的 以前 現在 今後 今後的今後 都不可能 咱們倆之間有什麼關係 沒有你不喜歡我 你 你 你很活潑 很漂亮啊 這個世界上 也許有很多人喜歡你 可是抱歉 我不在此裡 我 你看 我開了一天的會 我累了 你也早點回去休息吧 那就今天一個晚上 什麼一個晚上啊 你讓我好好地跟你 待最後一個晚上 你讓我留在心裡 最後一點記憶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就一個晚上嗎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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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遠 遠遠 請你把你 手機裡 照片 給刪掉 那是我最美好的回憶 我是不會刪的 好 好了 姐妹們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上次提到的朋友 黃蓉 這是小雅 佩佩 蘇森 美女好 黃蓉為了今天我們的聚會 特意在家自己做了幾個菜 帶來的 你真是太客氣了 客氣什麼呀 就是在家常菜 謝謝加拿大呀 我最想念的就是我媽做家常菜了 那你今天一定要好好嘗一嘗 我告訴你啊 黃蓉的手藝 絕對比你們說的那個什麼四川餐館的廚師 倒棒出不知道多少倍 是啊 我已經能夠香味了 開始開始開始 來來來來 我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啊 黃蓉的老公魏東呢 現在在一家銀行做客戶經理 那我呢 把我一部分的錢就交給魏東打理 他給了我很多 這個投資理財方面的建議 小雅 你那些錢放在那兒也沒有什麼用 不如就交給魏東打理啊 好 好 沒問題 貝貝 你這個看見數字就頭痛的人 你就把這些頭痛的事情 交給他們魏東 五姐 黃蓉 這錢我全靠你們了 你呢 蘇蘇 行 黃蓉 把魏東的電話給我 回頭我跟沛 那就別回頭了是不是 我現在就寫電話給你們吧 那你寫我繼續吃 繼續吃 多吃點 快點 在你家裡的外面 你這幾個孕婦 去吃點餐 我吃點餐 大活兒 就要去吃點餐 你去吃點餐 還有餐 你去等餐 你去吃點餐 你去吃點餐 補充餐 你去吃點餐 你去吃點餐 我真是李子面子全赚足了 吴姐真是贴心的 这还不算什么 她发动她的朋友 把钱都存到你那儿了 真的 你电话都给他们了 明前你就等着召唤吧 那吴姐对于咱们来说 那就等于是大恩人啊 有吴姐有事 咱俩可得跑轻点 知道了 我看这算什么呢 孙半天算清楚了 小飞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工作上的事情 你就到我单位上去找我吧 杨阳都跟你说了 你听我跟你解释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应该去找吴婷解释 你应该去找吴婷解释 小飞 小飞 要不是你们俩临时施约 我怎么会有那个晚上 我施约 对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你约的我 然后你和马林突然都不来了 所以我才让媛媛给灌醉了吧 我约你还约了马林 不是吗 媛媛说的呀 是吗 真的假扮啊 是啊 我们那儿编冰器不够用 轮到我就只有晚上了 你确定啊 我确定啊 怎么了 哦 没事了啊 走了 你穿成这样 跟谁约会啊 不告诉你 那那天晚上你们喝醉了之后 到底干了什么 我 我真想不起来了 那天晚上也没喝多少 我现在 怀疑那酒有问题 之后的时候我都忘了 想不起来 不过啊 你放心 肯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找你 我 我是想让你帮我劝劝我 劝他什么 劝他 把那张照片删了 把那天晚上全删了 你们俩的事 我不能缠和 好 阿姨 快坐 快坐 房子事怎么样了 对不起阿姨 我想了各种办法 可是 房子 还是没有买 那你们俩叫我来做什么 妈 谢伟这辈子 都会对我好的 他都穷成这样了 他拿什么对你好 如果只有一碗饭 我相信谢伟 会分给我一大半 别人都在吃肉吃海鲜 他拿一碗百米饭分给你 算什么 谢伟 阿姨连棺材本都给你了 你还是达不到要求 你就不要贵阿姨狠心了 张琳 跟妈回家 阿姨 我怀孕了 阿姨 想跟你谈谈 我要上班去了 我在会所遇到厉害 我来不齐了 你用我的名义约了厉害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喜欢他 当然不喜欢我 我只有这个办法 才能把他约出来了 你把他灌醉了 不灌醉 但我没有机会啊 他根本就不爱你 他当然会爱我的 他还有无情呢 无情加拿大呢 你打我 慢慢你打醒 你凭什么打我 凭我们俩是朋友 媛媛 你听我说 你面对现实吧 你知不知道 李海之前一直在拒绝你 就算你现在用尽手段 跟他上床 他还是会拒绝你 就算已经没有无听到 你也没有机会 四十多天 四十多天 好 现在去业正好 妈 我不去 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妈 谢伟她愿意负责 负责是需要能力的 她有这个能力吗 谢伟 你说句话呀 你说句话呀 莉莉 阿姨说得对 就算我真心想对你好 你要不要有这个能力啊 你什么意思 莉莉 莉莉 你跟阿姨 放我 莉莉 对不起 我不应该打你 可是我打你 我打你真的是为你好 你 你付出这么多 但是最后你还是没有结果 你现在应该刹车了 玉玉 你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这么性感 你怎么就不能找到一个 和你般配的男孩子呢 就算你很在乎一个人的经济条件 但是这个人肯定他还是会出现的 让我打成为你 我一直都打成为你 每个人都打成为你 我心里都打成为你 破细了 我心里的高兴 有很多人都打高兴 你不能打高兴 你也是指导我 人都打高兴 对不起 人能操重处 义吗 非风 你能打高兴 你不是我心里吗 我的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算大家帮我买了那套房子 也演示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无能 我没用呢 我不是很难愿吗 谢伟 你不能这么说 我一直觉得你很有责任心的 有心没房子 有用吗 如果我是你 我就带着张立元走高位 我相信总有地方 能够安排我们 没有房子的爱情 可是我已经没有信心了 在那该死的房子面前 我很自卑 自卑让我 没有永久去私奔或者入婚 也没有力气再去爱人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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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房子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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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 起来吧 一会儿妈陪你去医院做手术 不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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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立 我妈知道你喜欢谢位 拆散你们妈也不愿意 可是张立 妈也没给你好的出事 就想让你找一个好的男人 张立 你说那谢位人太老实 太懦弱了 现在房子都治不下 你跟她没有好日子过的 妈 我愿意 你愿意 我不愿意啊 我辛苦把你养大 不是让你再去受苦的 妈 我求你了 闺女 听妈的啊 听妈的 你跟妈去做了手术 你跟她就彻底了结了 妈 我要留下这个孩子 你留下孩子 你这辈子就完了 你知道吗 没有谢位 我这辈子也完了 好 我愿意 张立 你今天要不听我的话 我就从这窗户跳下去 你不要你前途了 我也不活了 我 妈 妈 妈 我不要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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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漂亮 你先上一盒 终于 我叫他号码暂时无人批击 请稍后再拨 亲爱的 手机就要用一下呗 我手机没电了 好的 谢谢 喂 喂 海哥 是我 你啊 那小飞跟你谈过吗 谈过了 那你怎么想 我想好了 如果你一定让我 删那张照片的话呢 那我就删吧 但是 但是什么 我 怀孕了 你 一块你 你让我怎么说你 这个圆圆呢 已经是耗着腰里别左轮 那就要冲猫去了 没看出来吗 我真没看出来 谁信你 你请他吃饭呢 请他吃饭也就算了吧 还跟他喝酒 跟他喝酒也就算了吧 还被他灌醉了 被他灌醉了也就算了吧 你还把他领回了家 还留他过了一夜 留他过了一夜也就算了吧 算了吧 你真怕别人不知道啊 怎么的了 至已至此了 害怕丢人哪 你还让人家给拍了照片 你说说吧 现在该怎么办 我觉得吧 这 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你问我 你问我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 你呀 自己好好回忆回忆 那天晚上你跟他 到底有没有那个 我 我使劲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要说没有你信 鬼才信呢 你呀 哈儿啊 不过也好 咱们哪 就给他来个魂魄令 不管问什么 死活问他 那可怕不行 他手机上有我的照片 我能 我能正睡觉呢 那照片都在那摆着 糊涂 现在电脑这么发达 就说是被别人PS的呗 这 这可以说 可是他肚子里那孩子 不是PS的吧 你说什么玩意 他 你还真跟他 你这么聪明的人 你怎么干这种糊涂事啊 你 你 这下哪儿呢 也好吧 那这个事啊 你就彻底地交给我 你行吗 我行吗 我是谁呀 我叫林建国 百花从中国 是遍夜不沾身 你够哥 够哥们 我是冲你吗 我是冲你吗 我冲你 能善这种烂事吗 我是冲着人家吴婷 可我 卉伯 你半小时之后 我在疊方格 Anki 门口等我 少废话 让你等着就等着 快去 是 是 小菲 密码是850412 里面有十万 快去 小菲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不是缺七万块钱吗 快去把那个房子买下来 我 我不能要你的钱 什么意思 嫌少啊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白给你的 借给你的 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一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你必须得照顾好 你这要让我太自卑了 你自卑什么呀 你应该自信才对 我赵小菲是看好你 我才把钱借给你的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把钱还给我 还会让张力过上好日子 你就别推辞了 你知道吗 今天一大早 张力说不想活了 阿姨也闹着要自杀呢 好了好了 谢维 如果这七万块钱 能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 那是值得的 好 快去吧 谢谢你 小菲 那我这就给张力打个电话 好 稍等一下 医生马上就来 他怎么不接电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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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已经在医院了吧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呀 你赶快去签合同 我马上去医院 快 来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了 等等 开始吧 准备上麻药 好 他怎么还戴着戒指啊 他怎么还戴着戒指啊 不是像你把医生的品 写在柜子里吗 来 我帮你取下 我要戴着他 不行 这虽然是小手术 但还是什么手术 都不能戴 好 这虽然是小手术 现在麻药已经收下了 我们开始吧 不 等等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 我 我 阿姨 张力呢 在里面呢 你怎么会取得到 吗 进去多久了 进去一会儿了 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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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张力 张力 快出来 张力快出来 幸违都买到房子了 张力 张力 张力快出来 张力 张力 幸违买到房子了 张力快出来 张力 张力 幸违买到房子了 张力 张力 你怎么样 没事吧 你说什么 姓伟买到房子了 真的吗 她现在就在 初楼初签合同呢 太好了 欢迎 我怎么回来了 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你怎么回来了 房子 我没有你 有房子 你的人都快到 我的奶奶下面就没了 好了 好了 只要有了房子 就解大欢喜 爸爸 小飞 听说你买房子了 什么 买什么房子 我的手机 有银行的短信告诉我 说你取了八万块钱是吗 对对对 我前两天看到一套房挺不错的 所以就就就买了 那好啊 房子怎么样 位置挺好的 在那个 南二三环之间呢 小区环境怎么样 环境也挺好的 有游泳池 还有会所 种的都是大树 是县房吗 是县房 对对对 半年以后就交房了 多大呀 八九十个平方米吧 那 那你钱够吗 够啊 完全够了 还剩一点呢 好好好 那就好 那我就放心了 那爸爸 您 您还有什么事吗 我这还忙着呢 等我忙完了回去再看您 好好好 你先忙着 再见 哎 哎 再见 林哥 你这是干嘛呀 不干嘛 那个什么 把你那个检查结果给我看看 这真是奇了怪了 这能是李海的吗 那要不然我把孩子生下来 再做个亲子监听您觉得呢 那倒不用 三儿 这个呢 是两万块钱 你先去医院 把手术做了 这个 就作为你手术以后的营养费 是李海让您来的 对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那以后这种事情 您还让他自己来跟我说吧 你放心 从今往后啊 李海是不会再见你了 他不会这么无情的 这么办吧 再给你添一万 再给你添一万 一共是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您就要买我的感情啊 实在不行再给你买个什么 LV啊 什么傻那样的包 这些我都不要 那你直说吧 那你直说吧 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让他娶我 你还要做什么 袁远 你是睡醒了呢 还是正做梦呢 我知道我在做梦 不过 有我们俩的孩子 我觉得 我的梦想会成真的 那 那我倒有问问你呢 你除了这个梦想 你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梦想 我还真有一个 我一直享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健身会所 我明白了 从我一坐这儿 我就看出来了 你胃口不小啊 还好吧 这么低 五万块钱给你 你答应呢 咱们接着往下谈 你要是不答应 那就没得谈了 你来 撒地 撒地 林哥 您说如果吴婷 知道了这个事 一气之下 要和李凯分手 李凯的损失会是多少 再或者说 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告上法庭 李凯又得赔偿多少 说你说 离开 现在我都去留mit住 了 导致 远иб 我就和你comnet的 这女孩儿惹这事 是不是 小学姐 这是不是 这当然有 这女的 这女的胃口也太大了 这什么了 这都是 孩子啊 我尽力了 可这娘们呢 死了心的要咬你一口 我也没办法 我一分钱也不给她 你就别强硬了 谁叫你有把柄 钻在人手里呢 你把她惹急了 她把这些事情 给你闹腾出去 毁了你的名声 她干得出来 毁就毁 反正咱们开发商的名声 本来就就就 没好得了哪儿去 那你豁得出去 你总要给人 不停留点面子吧 你行了 解决问题要紧 来 你呀 给她打个电话 拿拿的 给谁啊 怨怨的 我呀 看出来了 这件事情 有个二三十万的 就能摆平 这要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就当了破财免呆了 还有 我看出来了 她内心深处啊 还是有点喜欢你 你好好哄哄哄她 这事啊 就算过去了 婷婷 对不起啊 我这给你 对不起 我给你吵醒了 没事 怎么了 有点事啊 我要告诉你 我这样 我回家安打 你又回来 对 你不是说 你年底才能回来的吗 我说了嘛 有点急事嘛 我要当面告诉你 什么事啊 见面再说吧 那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我马上订机票 真的吗 孩子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 哎 孩子 你要跟我说的事情 是什么事啊 好事还是坏事 你 还是见面说吧 我想你了 再见 好 再见 李英子 你爸要回来了 我不是让你给圆圆打电话吗 微笑啊 拿我老婆出事是吧 我主动都跟老婆招了 我看你 我 我彻底让你断了念想 你真准备跟吴婷坦白啊 那 那你让她多伤心 多失望啊 我真想她坐地 就把你念出门去 念就念吧 都这样了 我受什么惩罚也是应该的 那你准备怎么跟她说呀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吴婷前脚走 你后脚领着个美女去吃饭 吃着吃着 还吃到床上去呢 你这 不是 这 你 这伤死了 信吗 那你让我怎么说 我交给你啊 你就说呀 你就说呀 你受到了陷害 怨怨呐 在你的酒里放了一点药 你是无辜的 必要的时候 我还能帮你作证呢 我算明白了 你跟你的前妻们 因为什么离得婚 这跟我有伤见 撒谎吗您 这怎么能是撒谎呢 这是坦白的艺术 行行行 这件事我自己处理 那圆韵那边怎么办呢 这还有一树 我买那么多花呢 妈 好看吧 小蜡蛛呢 好轻变哦 这不是你爸 又回来了吗 你不用收拾了 你家装点工 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 你爸爸有些习惯啊 只有我知道 不就回来个男人嘛 至于吗 英子 你怎么说话呢 洗脸刷牙去 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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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要回来了 来 海哥 你可过来了 你过来 我给你谈谈 过来 帮我抱一下啊 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海哥 林建国已经把我的条件 告诉你了 我现在来 就是要正式给你个答复 我呢 一直觉得你挺好 教练做得很专业 人漂亮就不要说了 你对我的好感 我心里也明白 可是咱们俩之间的交往 仅限于此 你到底要说什么 如果啊 如果 你能忘了那天晚上 那么喝醉了 你就全当我那天晚上 是喝醉了 忘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那我也不会追究 那天那个酒里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咱把一切都忘掉 你我之间 就像好朋友一样交往 我也愿意 只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别跟我提条件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任何条件 我都不会接受 你就不怕我把照片公布出来 不知道 你公布我 你公布之后 你就会知道我 我怕还是不怕 我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呢 你难道不害怕 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李海还有个私生子啊 你太不了解我了 雄雄 我李海从来不怕威胁 那你也不怕啊 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告诉吴婷吗 我已经买好了 下午去加拿大的机票 我会当面跟他坦白 你不怕他杀了你啊 不会 他会原谅我 我告诉你啊 圆圆啊 我告诉你啊 圆圆啊 以前 我不会被你勾引 现在 我也不会被你要挟 如果换别人 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也许早就逃避了 早就妥协了 可是我不会 我一定会面对 海哥 我们可以再聊一下 没得了 咱们俩之间的一切 都结束了 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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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老师 海哥 海老师 海老师 喂 小飞 你在哪呢 我在外拍的路上呢 怎么了 你能不能回来看看我 什么事啊 圆圆 我 我特别难受 圆圆 我这工作还没完成呢 求求你了 你回来陪陪我吧 我真的特别难受 真的 好吧 你等着我 我赶回去啊 怎么了 家里有点事 我得赶回去一趟 那你去吧 没问题 那你一个人能行吗 放心吧 没问题 那你把我放下 我打车回去 好了 注意安全啊 你去吧 你去吧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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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怎么了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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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圆圆 圆圆圆 你怎么了你 你吃药了圆圆 你不是答应我要重新出发了吗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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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没有别的办法了 怎么没有办法了 圆圆 burac 我 再也认了 身里还有她 她 她不要 你好啊 凡飞 李海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你必须马上赶过来 为什么 我马上要上飞机了 圆圆自杀了 竟然正在医院抢救呢 什么 我告诉你李海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袁要是有了三长两短 我天然还叫追杀米 你 李 李永 小飞 文明在里边 她没事吧 死不了 松了一口气是吧 恭喜你啊 又过了一关 你可以去找别的年轻女孩了 我会比我厉害 还没有 我还没想到 我拿出来了 我才知道 天然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人 你没有资格放纵 曾经我还觉得 你挺热心 挺善良 挺正直的 你为了公益 可以一致前进 可是现在我觉得 你跟那些 挣了一点钱 就胡作非为的 垃圾男人 没什么良意 你还是让我 去发现你身上的亮点 可惜 我看到的全是污点 谁是兵一家属 我是 来 单子 交钱 好 谢谢 我走了 我一个人在这边 都想想我和你走 我以为你 这个家根本不交叹 你是不是应该学会自己 照顾一下自己的 我还是为大家的照顾我 可是孩子 我就怕你和我变到最后 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就算你去了加拿大 我的心 也跟你们俩在一起 就好了 海哥 洋飞 我跟他单独探探 我跟他单独探探 海哥 你还是挺好的 听我说话 之前 我一直认为 你是一个不太在意感情的人 说句不好听的吧 你挺不自重的 还谈钱 可是我没想到你今天为了我 你 我承认 我看错你了 其实你挺直行的 是我不应该伤害你 之前 你管我要钱也好 你威胁我也好 那都过去了 现在我想好了 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弥补 我决定了 给你二十万 二十万 对 而且这二十万是无条件的 这只是我对自己方总的 一种惩罚 那 对于你手机里的照片 还有你肚子里 你随便 你想这么处理就这么处理 我这是想跟你说明白 咱们俩啊 之前 现在 包括以后 没有任何可能 绝对没有 还有个要求 如果你想把这一切公之于衷 那我能尽可能 尽量稍晚一点 你成全我 让我亲口 把我的错误 告诉我老婆 我请你接受我的道歉 对不起 好 海哥 你不用去跟吴婷说了 那个照片 会闪掉的 而且 我也不会再纠缠你 你确定 你想好了 谢谢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